Alright, 新的一把了 這一把呢就是三個海克斯都是金色的啦 無聊 真的是無聊的東西 沒有採局沒有什麼東西好玩的 Alright 那麼這把呢來看一下我們可以 玩什麼東西 我個人呢很喜歡玩那個 Academy啊 戰爭學院啊什麼鬼的 有拉克斯在裡面的 誒我們拿到一個Ska Ska和Swan 這兩隻呢三費卡都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前期的話我 應該不會賣 應該啦 有Warcher 我們拿達瑞斯 前面拿對子 然後我們放兩個達瑞斯出來 我們後排的話可能會選擇Medi Zyra的話也可以因為有淚水 嗯,再看一下 可能這把我會玩Coke帽 如果你們看到了這個封面 你們已經知道我玩什麼了 現在我講什麼都 會覺得很奇怪 好,拿一個Medi好了 Medi很好用啊 它可以秒掉後排 只是它的藍量有點多 120 它基本上開一次大就沒了 嗯,我們可以拿得來文 可以先拿一下得來文 感覺這把是要玩Coke帽哦 看一下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寬客也蠻多的 如果前期可以開四個的話 就可能我們可以走三星得來文 但是呢,看有幾個人抓得來文啊 一個人 兩個人 這裡有兩個得來文 Alright,我們的裝備這樣子的話 Dominator 拿一個Cooking Pot Cooking Pot我們可以換成什麼 Ambitious Sorcerer 拿一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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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可以耶 Maze view然後玩Cook帽 When you have 2 star one call champion around 加攻速不需要 我們可以玩這個然後用法爆去玩Cook帽 嗯 開不出四個 沒有差 OK 法爆得來文 我們群體人有加一個20的攻速了 所以這裡做多一點暴擊會比較好 然後我應該會做修禁 這個這種很容易玩 就是你要玩這些watcher 你看這個還有阿木姆 然後呢 兩費卡的話有吸血鬼 然後還有這個 三費卡 是我們有了這個 再加上蓋倫 蓋倫 然後後排呢就只需要大嘴還有Zeri就行了 Zeri已經有了 但是我把Medi賣掉了 嗯... 看一下啊 可以抓嗎這個Zeri 好 就先這樣子 我們這個東西可以做藍Buff 感覺藍Buff還不錯 修禁也不錯 大嘴的藍量好像是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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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的 大嘴 Academy 這個東西我很喜歡玩啊 之後呢我會 做一個影片專門玩這個Academy的 我覺得他是可以很好上分的 因為呢 同行很少 欸大嘴來了 哇靠 哇大嘴 我們放大嘴加Zeri 我們放大嘴加Zeri 我先這樣子放先 因為呢我想要拿這個CuanCuan的成熟 OK OK 我們這樣子玩 因為我要存一個10塊錢 OK OK 累水的話應該是放在口帽身上的 應該啦 OK 先這樣子 殺到4個 加油啊 噴 噴多一個 噢其實 只要攻克的殺人才可以 對嗎 好那沒關係 我們再試一下拿多三層吧 我們才換一下陣容 來攤一下這個層數 然後呢我們的裝備 我覺得拿藍buff會比較好 藍buff的傷害會多一點 再看一下我們是第三抽 像這個 他的是40藍 所以我的這個FPS會很低啊 他是這個垂直同步的問題 OK 我們可以拿藍buff 可以拿一個BF Sword 不知道要拿什麼比較好 其實我可以拿一個大腰帶 然後配Gardbreaker出來的 也是蠻好的 不過我覺得他的攻 他的暴擊率可能會太多 那烏鴨回來了 修禁 最後一件裝 再看要出什麼吧 這個給了20的暴擊機率 恩 阿木姆 OK 先這樣子 然後殺多幾隻 烏鴨放在中間 烏鴨放在中間 因為他是做群體傷害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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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完這兩隻就可以了吧 Nice 實稱 好 實稱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Scar換出來了 我還有一個位置是空的 喔 有這個東西 OK 我們把這兩個 其實我們要吸血鬼的 然後換這個 再加上一個 我們下一等才放出來 好 兩個孔冒了 這些收著吧 沒有關係的 好 我在想要不要把這個 東西給他 或者我們做兩個修禁也可以 我們 對啊 因為 就是聽說這個角色 他不需要用羊刀 因為他的技能啊 他開了之後 會加一個25的攻速 所以我們只需要 一直去開技能就行了 他就會 無限的去疊攻速 看這裡 那他的攻速是很快的 所以說沒有必要給他羊刀 給他多一點AP 然後有罰暴 他現在有80的暴擊率了嘛 可能啊我覺得給他這個 Guardbreaker是最好的 因為他 他自帶這些攻速啊 ADAP 然後他有一個10%的增傷 打護盾呢 也有一個15%的增傷 我覺得會比較好 我們也可以給他多一個這個修禁 給他回更多的藍 就有更多的攻速 不過我覺得沒有比這個傷害來的高 Guardbreaker 再看吧 看我們的裝備是怎麼樣的 因為大搖帶的話 我也是想來做前排的裝備啊 兩星Zeri 免費的 OK 然後我們 做這個 這個東西可以做Spark 我們撿敵人的魔抗 這樣子去玩 我們現在兩連勝 如果我有五連勝的話 我三一的話會升六等 然後放這個出來 放Vender出來 那樣子我就可以開四個Watcher 不過 我不小心按到一下 不過沒關係啦 沒關係 12 好啦沒差 沒差扣一塊錢而已 Alright 我們做一個這個東西給他 做一個Clock給他 好就這樣 看一下有沒有同行啊 這個不是 然後這個是Bruiser 裝備跟我們不一樣 Enforcer 法爆 這個不知道在玩什麼 然後這個是 毒狗 Alright 看起來我們的通話很少 所以說呢 這把我們可以 應該可以很順的玩啊 Alright 傷害不錯啊 三件裝了 他的這個100的 100的暴率的 然後有增傷 有迴藍 感覺還不錯 OK我們不需要這個 Everywatcher they attack 兩個攻擊力 兩個攻擊力 Everytime watcher 拿AP啊 Ext player combat Game 1 go for every 2 這個很難用 有team gain 獨立增傷 Bronze tier 沒有 5AP攻速 Ali that share at least one threat with them 要拿這個嗎 加AP 我就拿watcher吧 反正我們會玩6個 而且喔 我剛剛 我應該要放阿摩摩出來 放這個Darius的 這樣子我們就有這個 Automata Automata它的作用就是 你平A了一定的次數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 爆炸的傷害 等一下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會疊一個東西在自己的身上 像我在平A的時候 沒有它就有一個小球 然後有20個球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125的傷害給對面 而且它自己也會加一個 護甲爾摩抗 還挺好的 Vander就賣掉了吧 賣吸血鬼 Vander可能會追3 吸血鬼 只要上兩星就行了 所以不太難 我們上7等呢 也是要把這個Ska追3 這個是我們的主塔來的 OK 這樣子放 然後我覺得我們站左邊比較好 這個要站右邊 這個蠻恐怖的這個人 我放左邊 我站左邊的原因是因為這個Sniper 你跟敵人的距離越遠 你的傷害越高 那樣子呢 它前面在這裡死了之後 我打這個 我打這個後面的 東西呢 傷會比較高 噴 噴 噴 它的攻速一直在跌了 2.3了 沒有 攻速一直噴一直噴 OK還不錯 好 Nice 這個就是站左邊的優勢 那看我們的距離非常遠啊 直接把他的小炮 秒掉了 恩 我們下一件裝備 我要拿一個Spark 來撿 來撿敵人的魔抗 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會拿淚水 做個電刀 OK 有沒有人要拿 如果沒有的話 就拿一個大腰帶 他拿了 OK好 那我們可以拿一個 大棒 沒有人要大棒嗎 感覺很多人玩AP 不知道 Alright 我們現在上7的話 20多塊 我們可以上7 稍微低一下牌 因為我們有五連勝 哇 老耶 OK Nice 我就是要他而已 然後呢 嗯 等一下 先這樣子 這個陣容強 是在8等的時候 我們會放蓋倫出來 不過沒有蓋倫也沒有關係 我們7等先這樣子玩 然後把大嘴跟Ska抽出來 我們可以把一個旗子換掉 可能換凱特琳嗎 不知道耶 不過有兩星的大嘴 這個階段 我們就比較好過了 我上7等的目的 就是要抽一個兩星的大嘴而已 沒有其他的了 沒有其他的了 Alright 還不錯 我們這個要上兩星 Zeri可以上3 然後我們要找一下他的裝備 你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會卡我的經濟耶 要是我這把輸掉的話 很難搞啊 然後我們的Ska可以佔後一排吧 因為呢 我要讓這個 這個Spark 存活多一點時間 嗯 先這樣子 像這裡的話 貼右邊會比較好 因為敵人都在左邊 欸剛好我們打一個在右邊的人 這個呢 已經上三星的EFA卡了 他的坦克是有的 我怕他的這個狙擊手 秒掉我的後排啊 只要他的角度對的話 看到沒有 他打了一 他打一發子彈給我了 如果有時候剛好時間對的話 他會直接打我的後排的 很多時候我就是被這個東西 秒掉後排了 很恐怖啊 這隻腳神 大家要注意啊 有時候如果你看到要打他的話呢 你就可以站在第二個格子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馬殺好多五費卡 我們7等 1%的機率而已 好 不過現在我們就是 純掛機了 我們就是掛機 把這兩個上三星 然後我們在8等 放蓋倫出來 其實吸血鬼可以換成蓋倫啊 吸血鬼換蓋倫 然後8等放吸血鬼出來 OK OK 我們這些裝備喔 可以拿一個這個東西 可以 可以給他一個 可以給他一個 撿敵人護甲 然後我們 他是我第二個Carry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給他裝備的 OK 我們現在就存錢 最好是可以拿到一個 呃 給我錢的海克斯 那樣子我就在7等一直在刷就可以了 看敵人是在左邊左邊 右邊 哇 我來不及換了 有點尷尬 不過應該沒事的 只要我這個不要死就行 大嘴 這個東西喔 他有一個叫Firefly的 他每過6秒呢 他會位移一次 他位移的時候會稍微的治療 喔 這個有Ambessa 他會治療 然後呢 呃 治療25%的 這個 承受的傷害 Vide and Echo 沒有用到 這個爆發 Oh Sniper 兩個三費卡 剛剛那個我沒有看清楚喔 我有點 失誤了 不知道是寫什麼的 OK 我們就這樣子掛機就行了 Tristana三星 這個人在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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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可以這樣子玩 好 現在就掛機了 我們就 我們可以放其他的東西出來嗎 Ambusher Champ 如果我不玩吸血鬼 Conquer Family 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啊 也沒有什麼好東西啊 可能可以放多一個兩星的Zerri出去 噴 我們的暴擊率 OK 百分之百 然後等一下我們拿一些Zerri的裝備就行了 他好像是需要攻速的 然後我們給他 其實給他殺人劍也可以啊 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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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装备要不要移给他,可是我感觉Ska会比较好 看情况嘛,就是如果我先三星大嘴还有他的话 这个离很远的话我就 我就会把装备移给他 然后呢,阿木姆 阿木姆我需要带制啦,因为他有automata 先这样子吧 这个他其实是那个set来的 他会挡着伤害 哇,两星Ambesa 这个人有点 有钱啊 哦,因为他拿这个Sfeiga直接上两星了 所以他Ambesa直接上了两星 哇,他们直接来我的后排了 这个人8等30块 没关系,我们要三星大嘴 最主要是我们的前排现在很软 像我们只有一个一星阿木姆 这个Ska也是一星而已 所以很软,这个人直接死掉了,他毒狗,毒到死掉 OK 看一下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一些AD装 杀人剑 IE也是可以 我觉得IE是最好的 IE杀人剑 OK,我们就拿IE了吧 OK 我们就拿IE了吧 IE Last Whisper 其实我们的装备很好啊 然后这里要进化了 然后这里要进化了 我们也是要存一点点钱 过是OK的啦 哦,我们Zeri要闪了 哇 可以再D多两次 OK,IE Zeri 那现在我把Zeri放角落吧 嗯,我的Armormor还没有二诶 为什么啊 看一下我们敌人啊 右边右边右边 所以我们站左边 这个上两星啊 因为他要打一个减治疗还有减魔抗的 他很重要啊 这个角色 他没有两星 有点烦 哦 这个GG手 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我后排G掉 哇靠 OK 他把我的ZeriG掉了 哇 大嘴G掉了 他好多三星哦 这个人 OK,我们要进化了 我们进化大嘴啊 我们Cast Team 哦 他全体会加AP 全体加AP重要吗 Zeri不是AP的 哦 这个 这个好诶 我们加1%的伤害呢 有更多星星的话会加更多 那因为我们这里要全体三星嘛 所以很好用 我们稍微低一下牌 OK有两星Scar 我觉得现在可以稍微挂机一下吧 然后我想等盖伦出来 把这个Darius换掉盖伦 这样子 因为我离三星大嘴还很远 所以 还没有必要 丢我的钱进去 就可以放前排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敌人啊 右边右边右边 哇 好多好多毒狗哦这把 这把好多人毒三星 嗯 这样子其实OK的吧 然后我需要做个羊刀给他 如果有羊刀是最好了 没有的话可能做个巨杀之类的 我们现在捡魔抗捡护甲 还有捡治疗都有了 装备是很OK的 只是剩下要三星了 OK Jerry 输出 噗噗噗噗 哇这个 这个为什么 他好像是无敌的状态啊 那个飞机在飞的时候 Vender Vender要三了 我觉得我Vender上三就行了 然后把装备给他 Rosca他留两星嘛 因为他 离三星太远了 我这个上三了之后 我可能会再继续低一下 这个大嘴 没有人在玩大嘴嘛 但是我现在只有五只而已 我会滴到差不多三十块钱 比较差不多三十块 现在拼有点高啊 呃我没有什么 QSS QSS也是会加攻速的 哇塞 哇我移不到位啊 拼太高了 现在我有 两星Vender诶 Vender要三吗 我觉得不用了吧 诶我把阿木姆卖掉了吗 哇塞我阿木姆没有 哇 我还会我把那个 诺索放下来啊 靠 我要抓回阿木姆了 因为我还会 我放下来的是达瑞斯啊 所以我还会 是我另外抽的 烦了这样 哇我现在本来上等要放阿木姆了 QSS 哇塞 哇塞这个阿木姆卖掉了 盖倫放在这两个坛的中间 他会给他们生命值的 哇怎么办啊现在 Sniper Next到底是什么 我starting the same hacks what the hack 所以他不能换掉诶 他要存四层 哇老尾我一直在换来换去 好了 这场这把失误很大 对吧 没事 我们做事练习 我还以为他只是增加一个伤害而已 给我Sniper 没有想到他是要叠成的 要叠四层出来 然后 28块钱 我要找一个阿木姆 我需要一个阿木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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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我们拿一个坛装给我们的Van的 最好是挖木姆 那这里的 暴击率也是很高的 差三件暴击装 OK 这人他站的位置错了 他应该要对准我的大嘴 漂亮 漂亮 好我们再过多两把的话 那个伤害就满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海克斯啊 因为我这一直在换位置 我们看一下没有阿木姆吧 直接抽阿木姆也可以 没有 我们拿一个坛装 弹装 Titan 其实也可以拿 羊刀 QSS给 盖伦吧 QSS有加有加生命值吗 没有耶 OK OK算了 我现在做的就是 赛奇的人抽个阿木姆出来然后才上8 不然的话现在上8也没有用 好羊刀 AE Last Whisper 这个打掉 红Bu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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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的有前排有坦克 啊就差我的这个食物很大了我为什么卖掉阿木姆 好我们打多一把 然后在61的时候呢抽阿木姆再上8等 其实这个阵容呢你不需要 上到9等 8等就是你最强的 然后我们现在有几层啊看不到那个层数耶 但是不要换位置就行了吧我记得我在这里换的对吗 应该是两层的这个是第3层吧 OK 3星6拿3星过他3个2星都3 3星了 OK 大嘴喷啦 喷喷喷nice 漂亮 帅 看Serry跟大嘴的 伤害都基本上一样 可是一个是两费卡一个是三费卡 有了4层了 OK那我就不要动就行了 好 阿木姆 拜托回来 靠 而且呢 我少了阿木姆我少了这个奥托马塔的伤害啊 虽然两层奥托马塔没有很高的伤害了 不还是小小的增伤嘛 至少比这个达瑞斯还要好 同样都是一费卡 然后我们只需要一个20块钱 20块钱抽阿木姆OK了吧 两个SK 我觉得我的上限就是多一个SK了 阿木姆来了 我好像错过一个SK了是吗 好就先这样子 然后我们拿一个坦装 基本上呢如果你没有我的食物的话 你现在 你已经很快上8等了嘛 然后你就是收三星SK出来就行了 然后再把这个装备呢全部给SK 那 基本上呢你的阵容就非常非常强了 然后你也不需要上9等就这样子玩就行了 你的 6个watcher呢他们有55%的减伤 我再加上你后排的输出也是很高 我再加上你后排的输出也是很高 我们标记SK吧 阿木姆还有SK OK 然后我们也是要给盖伦一些坦装 因为盖伦呢他有一个admissary 他下面会写呢 我们开始的时候盖伦的20%的生命会给他左右边的这个队友 所以说呢我们给盖伦生命值是非常好的 哇三星卡牌 这是三费卡而已吗 对三费卡我还以为他是四费卡诶下死人 不过这人的阵容很好 还有很多四费有很多三费 还有船长三星诶 哇靠这么有钱 喷喷喷喷喷喷喷 好那我们就是其实现在挂机存钱了 只要存钱就行了 等我们输多一把之后 就用完所有的钱 来上山 OK我们打的是这一家 对吗 没有耶他这里没有跟我们说我们打哪一家 我们打的是 电脑啦 但是至少也告诉我吧 如果重铸器的话我会把这个红buff拿掉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差 噴噴噴噴噴 噴噴噴噴噴 完美完美 最后一件装我们拿一个弹装 或者是一个Sky也可以 这个人 我拿这个弹装 没有其他的了 他的话 Akali Nocturn 其实现在可以直接抽了 要吗 如果是我离三星Sky还很远 然后我们给他 给他加生命值 没有必要上9 如果这把我赢他了我就把所有钱都递完 诶没有诶 应该是最后一把了 看一下他赢不赢得到我吧 我身上有50块钱 来看一下 他赢我的话我就低牌 他赢不到我的话这把也是没了 他Ambesa三星了吗 不是这个是Nokton而已 两费卡 哦 Not even close 哦 结束了 这把好多食物 好丢脸 不过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是那海克斯你不可以换位置 然后呢 其实也就这样 而已啦 就是这个食物啦 然后阿姆姆不小心卖掉了 这只能是不小心啊 因为我 当时看的不是很清楚 不过呢 OK这个就是大嘴的阵容了 非常非常的强 你有很多前排坦克你后排的输出也很高 好那么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